一个极其风骚的女人一身红裙走在小镇的街上 男人们都觉得阿卓的技术很是期待 光洁的预备就那么赤裸坦承在阿卓面前 阿卓是专业的 很是认真的在美女的屁股蛋子附近 是个妥妥的刀客 留着个大光头和马匪高手打的那叫一个听婚地案 还独创出了自己的刀法 后来或许年龄大了 谁都没有想到躲在了这么一个小镇 成了远近闻名的文臣师 还成了家 有了个女儿 只是这个孩子和她的关系并不好 就因为当年她替当地最大的青龙会老大龙大除掉了对手 被人追杀只能远走他乡 好不容易风头过了 再回来时 孩子也有了 美艳的混血老婆看到她时 眼神里不是惊喜 而是意外 让阿卓更意外的是 女儿不叫她爸爸 而是叫龙大为爸爸 这里面就耐人寻味了 阿卓的老婆一看就是个风骚入骨的妞 龙大会不会在阿卓不在的日子里 将她的老婆也身体复距离照顾了呢 这很耐人寻味啊 没多久老婆就挂了 女儿从此就怨恨上了阿卓 天天拿着弹弓和男孩子们打在一起 到处给阿卓惹货 每天都会有人找上门来找阿卓诉苦 小的要道歉 大的要赔钱 阿卓无比的苦恼 更苦恼的是 因为他们抢劫了一艘商船 那里面是各种名贵货物玉佩等 他们不断将满船的人都给搞死了 大批的货物都被卸了下来 最后一把火直接将船回尸灭迹了 没想到这船是日本人的 一个叫做前爷的人找上来了 直接就锁定了青龙帽 虽然龙岩镇最大的警察老大也是龙大的人 这也没鸟用 你想把日本人忽悠过去 这不是开玩笑吗 没办法了 龙大要阿卓想办法手脚干净利落的 做掉这个前爷 还没等阿卓出手呢 就由杀手找上了阿卓的家 用烤肉吸引住狗狗 抓住后警就给扯了出去 一点动静都没有发出来 阿卓躲在暗处 对方有刀有枪 近身战不是阿卓的对手 但是枪火打得四处一片狼藉 阿卓的飞刀不是吃素的 快准狠 解决掉杀手 羊牛香红要走了 来接香红的老板马可 看到香红和阿卓各种腻歪 实在看不下去 就过来对阿卓伸出了手 阿卓和他来了一番手上活 香红想劝架 差点被推入河中 两男人分左右扶住了他 香红亲完这个亲那个 真会玩啊 前爷早上门来了 直接就让阿卓出手帮他纹身 他之前身上有纹身 是鬼玩斩杀鲤鱼精的图案 非要阿卓给他纹一条青龙 阿卓说鱼龙混杂不吉利 前爷说我就好这一口 不过就在阿卓准备解决掉 前爷的时候 警察上门了 原来是警察署里下达了命令 说前爷的真实身份 是日本特高科的特务 为了避免中日争端 前爷不能杀 还要保证他的安全 但是前爷不消停 不断和阿卓相识的人被干掉 甚至前爷不知道出于啥目的 还带着满脸凸粉的异迹 出现在了阿卓面前 这是麻一分 阿卓成了嫌疑人 但是阿卓还是不能杀了前爷 他还是坚持让阿卓给他纹身 之前有阿卓给他的异计 英姬先闻个二龙戏珠 就在一个私密的房子里 阿卓对快一节的动摇女下手了 那娇嫩的肌肤白的醒目 当纹身针刺下的时候 忍不住发出了女人的交喘 还没等阿卓有反应 一个叫重拾的青龙会元老 被人枪杀在门外 一次闻不成 那就换个没人能打扰的地方 闻第二次 这次阿卓乘船避开了青龙会的跟踪者 来到了附近的脚门镇 继续跟美妞闻身 闻的过程中美女受不了了 开始搔手用姿了 阿卓本想是来杀前爷的 但是前爷神出鬼没的 根本就不在这里 面对着女人的诱惑 阿卓去洗手间冷静一下 出来就被英姬用枪指住了头 阿卓说我还得要继续跟你闻身呢 英姬狠狠的说 我才不要闻那个丑东西呢 再说了 你听说过有哪个东洋妞叫英姬的 阿卓成他不注意 一掌就打在了他颈部 等到阿卓回到家的时候 女儿兰儿吓得瑟瑟发抖的躲着 原来在阿卓出门的时候 兰儿就到了好兄弟烂龙的家里 和他的儿子玩捉迷藏 由此看到了 有杀手上门 干掉了烂龙的老娘和儿子 导致烂龙认定阿卓就是杀人凶手 甚至还经过帮会投票 来决定阿卓的生死 投票的结果显而易见 最近多起枪杀案都和阿卓有关系 派来杀阿卓的是他的生死兄弟阴阳人 阴阳人下不了手啊 毕竟阿卓在阴阳人是个小乞丐 只是救了他的命 他在门外对着阿卓磕了个头 还没来得及对阿卓动手 日本人前野上门要带走阿卓 失去理智的烂龙冲进来胡乱的开枪 导致引发了枪战 子弹打光了 烂龙就拿出了手榴弹 扯掉了引线 还没扔出去 被前野开枪击中了手臂 手榴弹掉落在身前 阴阳人兄弟情深扑上去想救烂龙 结果被炸得血肉模糊 烂龙更是成了一堆烂肉 随后有无力高强的杀手直接上门了 都是习武之人 伸手外在怎么藏得住 阿卓和对方拼起了刀 虽然看着打得旗鼓相当的 但阿卓是玩刀的行家 杀手是不断落入了下风 等到阿卓醒来 全身被绑着 面前的人是警察罗局长 他很干脆 直接的对阿卓说出了整件事的真相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大boss 日本人前野掌握着 他是地下帮会成员的秘密 以此来要挟他干掉青龙会 他也曾有此意借颇下驴 对于阿卓来说 他是文神师和人打交道最广 是整个镇上最合适的替罪羊 阿卓听后真是一万个操你妈在奔腾 罗局长亮出了最后的底牌 那就是要阿卓去干掉龙大 就放了他女儿 阿卓没办案法 只能被人压着来到青龙会总部三合一 为了与一方不测 罗局长派重兵将这里重重包围 一个警察局长居然能调动军队 好不可思议阿卓进入没头里 罗局长就让兰儿进楼去找阿卓 钱爷此时居然来到这里凑热闹 罗局长更方便了 直接就让人围住了钱爷 反正现在终止开战了 干掉了你们 就说是你们与帮派火兵造成的呗 钱爷的表情就像吃了大便一般的难看 在罗局长的威逼下 他只能乖乖的和手下也进入了楼里 这下好了 齐活了 罗局长下令格杀勿论 一时间子弹飞起来都不带休息的 楼里呢 阿卓也开始大开杀戒了 局面比较混乱 龙大干掉了想要偷袭阿卓的杀手 他却被钱爷给开枪干掉 这死的有点太容易了吧 阿卓没办法管这些 他正杀得兴起呢 没了子弹的钱爷抽出了日本刀就冲了出去 一个滚翻就到了奄奄一息的龙大面前 竟然还用日本刀横在了龙大的脖子上 当着阿卓的面 一刀回出就削掉了龙大的脑袋 阿卓生气了 他几个纵月就到了钱爷的面前 手持短刃和钱爷开干起来 面对着花样摆出的阿卓 钱爷那天把势不中用啊 他除了披桌子就是披桌子 但是钱爷也很阴险啊 长刀之下还藏着短刀 阿卓起初没防备 但是这不要紧 不是还有铁锅吗 噼里啪啦的一通砸 钱爷差点被砸晕 不过他无论怎么挣扎 等待他的就是死法是什么样的问题 果然阿卓没让人失望 里面虽然没了动静 罗剧长还是下令再次开火 阿卓砸碎了酒瓶子 可惜不慎被榴弹击中 他打开了打火机 看着女儿冲向了水车的通道方向 他才安心地打开了楼门 暴露在了枪口下 枪声响起 阿卓的身体被打成了筛子 前尘往事都在眼前闪过 很多时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十年后再次出现的莱尔 已经成了大姑娘了 很标致很美丽也很彪悍 阿卓可以安息了 毕竟三兄弟中还活着一个阴阳人 而莱尔也替父报仇了 阿卓瓶子 阿卓瓶子